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 施工员培训 桥梁施工之三 钻孔装基础施工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钻孔灌注装的定义 它指的是 采用不同的钻孔方法 在图体中 形成一定直径和深度的紧孔 在达到设计标高后 将钢筋骨架 或是钢筋笼 掉入紧孔内 灌注混凝土 形成的深基础 我们就称为 钻孔灌注装基础 它是目前我们 桥梁基础里面 常用的深基础的形式 第二个 我们来了解一下 钻孔灌注装 施工的工艺过程 屏幕的左上方 有一个施工工艺过程的主线 第一个 施工准备工作 第二步 测量定位 第三步 埋设互通 第四步 转机就位 第五步 冲击成空 第六步 第一次清空 第七步 吊装下放钢筋笼 第八步 安装导管 第九步 第二次清空 第十 灌注水下放领土 十一 提导管 完成 整个 灌注过程 下面呢 我们 针对 钻孔灌注装的 施工工艺过程 分九个方面 来讲述 钻孔灌注装 在施工过程当中 的各个环节 的施工要点 首先第一个 施工准备环节 在施工准备环节呢 我们首要进行 施工场地的平整 钻孔灌注装 钻孔之前呢 要完成场地的三通一屏 将地面上 地下的各种 电缆管线 设备基础等 障碗物 清除处理完毕 并将 施工当中 所需的 临时设施 比如 临时用电 临时用水 安全 防护 设施等 准备 就绪 第二个 现场施工人员 要熟悉 装机的 施工图纸 以及 施工场地内的 地质图纸 和 相应的 水文资料 第三 施工前 应对 施工设备 进行 安全可靠的 检查和 公益试验 确保 施工的 安全进行 第四个 厂地平整 具体来讲 要按设计的要求 标高 进行 清除 装备储的 一切障碗物 包括 大的 石块 土块 树根 垃圾 并将 装备 所处位置的 低洼 地段 进行 回田航时 方便 车辆设备 平稳 就位 或 行驶 使用准备当中的 第二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要进行 泥江石的 布置 课件当中的照片 是我们 实际施工当中 泥江石的 照片 泥江石 撞孔 施工 撞孔过程当中 必不可少的 材料 所以说 泥江石的 设备 和设置 是 这番重要的 我们应该根据 装的 长度 装的 直径 装的 数量 以及 转机设备的 条件 进行 泥江石 大小 及深度的 设置 方便 施工过程当中的 泥江 排出 和进化 和进化 入孔 第二个 测量定出 装位 首先根据 测位部门 布设的 坐标 两个高层点 在施工厂区内 用 全占仪 或者其他 测量设备 进行 施工现场的 控制网点的 布设 经 监理 复合 检查 合格后 作为 现场 施工方样的 依据 并根据 较合 批准的 控制点 进行 桥梁的 轴线 桥梁的 装中心位置 和施工过程当中的 标高控制的 这个 依据 第二个 装位的 测定 分出测 和复测 两个阶段 分别在 挖埋 护筒前 和 护筒埋设 完成以后 复测 合格后 将 一根 直径为 12的 定位 钢筋 作为 转机 定位的 标点 然后 利用 水准仪 测定 户筒 和 原地面 标高 经营 监理 工程师 检查 合格后 转机可 就位 施工 我们来 看一下 课件当中的 关于测量 定装位的 这个照片 一个是 出测 最左章 最左边的 照片 是 互同埋设 之前 中间的 副测 是 互同埋设 之后 右边的 示意图 是 我们在测量 过程当中 要 采用 十字 交叉的 护装 来 进行 中中心的 交合 以及 后期 钢筋 浓入孔的 定位 第三个 施工的环节 埋设 护装 埋设 有几方面的 要求 第一个 护装的 埋设 应该 准确 稳定 护装的 中心位置 与 装中心的 偏差 不得 大于 二十个毫米 并且 护装入土的 倾斜度 不大于 百分之一 第二个 护装一般采用 四到八毫米的 钢板制作 护装的内镜 应大于 设计 装镜 两百毫米 在护装的 上部 开设 一到 两个 液浆孔 方便 孔内 泥浆 溢出 第三个 不同的埋设 深度 根据 装孔 位置处的 土体的 不同 可按 以下要求 执行 在 黏土中 不同的埋设 不宜小于 1.5米 在杀性土中 不宜小于 2米 同时 要求 不同的 高出 地面 至少 30厘米 30厘米 第四个 我们来了解一下 互同的 作用 互同 有保护 装孔口 有对撞机进行 导向定位 有隔离地表水 保持装孔内 水位高度 防止 装孔 壁塌方 同时 在后续的 施工环节当中 还有固定 钢筋能的 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撰机 就位之前的 一些照片 为保证 护铜和 装孔中心的 准确 在挖护铜之前 都采用了 十字交叉法的 布装 并且 采用 20毫米的钢筋 作为 装中心的 定位钢筋 在护铜的 十字交叉 护装 也采用了 20直径的钢筋 进行埋涉 定位装 要高于 护铜的顶部 20厘米 并且 埋于地下 不少于 30厘米 它的周围 还要交注 20厘米后 半径为 20厘米的 圆形混凝土 并用红油漆 标识 在事物过程当中 要做好 布装的 保护工作 第四个环节 钻机就位 钻机就位的时候 要将 钻机的底座 安放在 平整 稳固的 枕墓上方 确保 钻机在 施工过程当中 不移位 不倾斜 钻头的中心 与护筒的 中心 偏差 不得大于 20厘米 做孔的时候 孔内泥浆面 要高出 地下水位 1米以上 当受 地下水位 涨落影响时 孔内泥浆 应该高出 地下水位 1米5以上 或者 不低于 自然地面 也就是 原地面的 高度 钻机就位 完成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通常 我们会采用 哪些钻机 来进行 钻孔施工 钻孔的 设备 按照 它们的工作原理 可以分成 冲击法的 钻机 冲抓法的 钻机 和旋转法的 钻机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冲击钻的 钻孔形式 屏幕上方的 照片 是我们在 施工当中 所采用的 冲击钻的 钻头的形式 它的底部 一般有 锋利 坚硬的 尺状的 勾状 体积比较庞大 主要是 利用其 锋利的 尺部和 庞大的 重量 来对 岩石 体进行 冲击破碎 冲抓钻的 钻孔 钻头 它 利用张开的 抓变 冲入 土体当中 通过 收紧 冲击锥的 绳子 抓变将 土体 抓入 锥体当中 提升 冲抓钻 出 颈孔外 松开 绳子 将 土 卸掉 循环钻 是我们 采用较多的 成孔的 这个方式 分 正循环 和 反循环 两种 正循环 它是利用 水泵 压送 泥浆 由 转感的中心 进入 装孔的底部 并经 转头 水口 反出 经转感与 孔壁 之间的 缝隙 上反至 装孔的 孔口 通过 通过 地面 循环 潮 流入 泥浆 池 反循环 的过程 恰好相反 它是通过 三十泵的 抽吸 作用 在 转感内 形成 负压 在孔内 泥浆液体 和大气压 的作用下 孔壁和 环状空间的 泥浆流 冲向 孔底 将 转头切割下来的 各种转渣 吸入 转感内部 再经 沙石泵 或泥浆泵 抽出 排至地面 沉淀室 那么客件上方 左边和右边 分别是 正循环的 泥浆循环 和反循环的 泥浆循环的 这个方向 清晰的 表明了 这两种 泥浆循环的 方向是 恰恰相反的 图中的两张照片 是常用的 冲击反循环的 转机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 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同学们 我们接着学习 装孔灌注装 施工工艺 当中的 第五个环节 层孔检查 在现行规范上面 有 装孔层孔的 各种检查指标 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 装孔的中心位置 对于裙装 中心位置 偏移 要小于 10个厘米 对于单排装 则 小于 5厘米 第二个 装孔的孔镜 不小于 设设计的装镜 第三个 装孔的 轻斜度 直装 要小于 1% 斜装 要小于 斜度的 正负 2.5% 第四个 装孔的孔镜 对于摩擦装 不小于 设计规定 对于 柱装 要比设计 深度 超深 不小于 5厘米 第五个检查指标 孔内沉淀厚度 混凝土 关注之前 摩擦装的 沉淀厚度 不大于 0.4 到 0.6倍的 装镜的厚度 注装 不大于 设计规定 第六个指标 清孔后的 泥箱指标 一 相当密度 要在 1.05 到 1.20间 粘度 在 17到 20秒 含砂率 要小于 4% 具体的成孔检查 我们来通过 课件上面的照片 来了解一下 课件上面的照片呢 是对我们的 装孔的孔镜 孔身 进行 检查 屏幕上右下角 是孔镜 检查的设备 我们叫 减孔器 叫前孔镜 左下角的照片 当中呢 就是将 减孔器 放入 装孔内 的照片 左上方 测量员员 正在进行 装孔深度的 检查 他使用的 这个检查的设备 是我们的 测试 右上角的图片 是 测绳的 图片 成孔检查里面呢 还有一样检查 是 我们的 中孔的 点样的检查 图中的 两张照片 分别是 在 在 钻孔过程当中 和 中孔时候 从泥浆 池 捞出的 钻渣 经 清洗后 的 杂样 我们要通过 中孔的原样 来确定 它和我们 设计图纸上面 所标注的原样 是否 一致 成孔检查的 这两张照片当中 是 采用测绳进行孔检的检查 是右上角的照片 左下角的照片是 采用 盐控器 进行孔检的检查 当 装孔的各项指标检查 合格以后 特别是 装孔的深度 装进 满足设计图纸要求以后 我们要进行 第六道 公序 第一次 清孔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清孔的目的 清孔呢 它是通过 抽换 孔内泥浆 把 钻渣和 沉淀 排出 装孔外 减小 红底 沉淀厚度 防止 装孔底 存留过多过厚的 沉淀土层 影响 装的承载力 同时 清孔也为灌注水下和凝土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使装孔 孔森 量测 准确 灌注森林 第二个 清孔的方法 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正循环 转机 采用的 抽僵清孔 清孔的方法 有两种 一种是 抽僵清孔 通常反循环的 转机 就会采用 抽僵清孔的方法 第二种呢 是 换僵清孔 正循环 钻机 采用的 就是 换僵清孔的方法 第三个 怎么样来判断 是否清孔完毕 当 从 装孔 顶部 反出的泥浆 含砂量 小于4% 泥浆比重 小于1.2 孔底 承扎厚度 小于50毫米 当 承孔检查的 各项指标 都满足 设计和图纸的 要求以后 我们就要进行 第六个工序 第一次清孔 首先 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清孔的目的 清孔是通过 换僵 抽僵 将孔内的泥浆 以及 钻扎 沉淀 排出 装孔外 减小 装孔底部的 沉淀厚度 防止 装底 存留 过多的 沉淀 从而影响 装的承载力 清孔同时 也为水下 混凝土的 灌注 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它保证了 我们 装孔深度 量测的正确 和 灌注的 顺利进行 第二个 我们来了解一下 清孔的方法 第一种清孔的方法 我们称为 抽僵清孔 反循环的 转机 多数采用 抽僵清孔的方法 来进行 清孔 第二种清孔的方法 我们称为 换僵清孔 正循环 转机 多采用 换僵清孔 第三个 怎么样来判断 已经清孔完毕 我们从 装孔 端部 返出的泥浆 抽样 进行 检测 当泥浆中的含砂量 少于 4% 泥浆的比重 小于 1.2 孔底层渣的厚度 小于50毫米的时候 我们认为 第一次清孔 已经完成 达到了目的 科技当中的 照片 是 采用 泥浆泵 进行 换僵清孔的 照片 照片当中的 几种设备 是进行 泥浆指标 检测的设备 左上角的 设备 是用来 测定 泥浆的 稠度 指标的 右上角的 这个设备 是用来 量测 泥浆的 比重的 下方 的设备